2022年的12月7号 我们继续说国事 我们昨天说 王河文十大做了中央副主席 然后呢 无论是这个进入副主席的这个角色之后 无论是在党务政务 包括外交 所有他可能涉及到的这些领导领域里面 表现出来的他的政治能力 包括他的在中央政治生活中 这个 被绝大多数人的排斥 引入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对于江青和林彪 这样一个小团体的这种认同 以这种皈依 都让毛世纪都很失望 都很失望 那么呢 这还不算 尤其是什么呢 尤其是九大标志 尤其是王大兵其实就结束了 那么林彪事件发生之后呢 对于毛主席的打击非常之大 而十大呢 应该说 十大就是要图一个这个叫安定团结 图一个中国的受证事业的稳步前进 这样的一个会 这个 而前提呢 是要把九大之后 因为林彪事件而 这个破坏了的中央政治格局 这些残残破破之处 一修补 那么呢 然后这个会后 十大之后 那就要干嘛 那就应该说 抓革命促生产 甚至可能 这个促生产 都一度 占过上风 因为 毕竟啊 毕竟这个整个的国际形势 这个环境 中国生存的这种环境 发生了改变 从 1972年2月份 尼克松访华之后 整个西方 已经开始对中国敞开了大门了 应该说 就按照姓美哥一贯的观点 中国的对外开放 始于1972年 始于1972年 1972年这一年 随着尼克松访华之后 你看包括日本的 加拿大 澳大利亚 就几十个国家 都是主要都是西方世界里的国家 跟中国就开始了 建立了外交关系 那么 随着到73年 四三计划都开始执行 中国拿出可能外汇什么 就开始 这个 因为基础的工业都打完了 整个基础 基础工业的股价 全已经做了 进行1235计划 什么都搞完了 那么到了 这个73年 十大之后 你看毛主席那时候 四三计划 四三计划 那个主要的那个引进的项目 都是什么东西 大量都是石化 跟农业有关的 比如化肥啊 然后就是衣食住行 主要的都是和人民的生活有关系的东西 你看十大化 十三大化肥 然后什么化仙 几大化仙 宜征啊 什么几大化仙 什么乙烯啊 什么所有这些东西 干嘛的 大化肥 这跟农业有关的 化仙 农业有关是吃的问题 解决中国人吃的问题 吃饭的问题 大化仙解决中国人穿衣的问题 啊 这大家 在网上你啊 经常转 你要懂点历史的 你都要看得出来 这个72年73年 74年之前的时候 解放军 那一列队的话 那衣服都是 这个 趁吃不齐的那颜色 有的绿点 有的黄点 甚至有的洗白 为什么呢 那时候就是 棉布很少 用棉布做成那些军装 褪色呀 但是 你看看包括 这个谁 这个 啊 荷兰那个导演吧 叫伊文斯 是荷兰的吧 他70年代中期 不是 在中国 采访了几个月 后来拍了个片 现在网上好多 包括新青年 那个号叫新青年 还有什么 都披露了好多好多 伊文斯那些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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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做的那个纪录片 你看那个时候南京区 他在南京区区 林文旅 做的这个采访 你看看就是那个军 那个军人 那个军装 那他衣水 他就翠绿翠绿 那个军装颜色 特漂亮 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 无论是两个兜的 还是四个兜的 是不是 然后很多人说 说是摆拍 那军装怎么办 他就不了解一个事实 就是 这个 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 米克松访华 整个中国 西方世界关系正常化 西方对中国打开 大门 中国开始都在开放 率先引进四三项 然后解决全国 中国人民的衣食住行的问题 尤其是吃饭穿衣问题 那个时候就因为 几大花间一出来之后 我们中国人就开始穿 就开始普及和推广 推广和普及了这个的确粮 白色的确粮衬衣 然后外面穿的 我们当年我小子说还穿过 我老父亲那时候就是中山装了 也是有什么正式场合 他都要穿他那个中山装 他那中山装当年叫 什么叫迪卡的 就他那个料子叫迪卡布 迪卡布 里边穿一件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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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凉的白白衬衣 然后外面呢 就穿一件迪卡的灰色的这个中山装 那当时就是标准了 那最标准的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正装了 那就是 所以那个时候中国这个 那个四三加化一执行 其他花间什么开始搞了之后 包括也一开始 自己的生产能力 就很多厂子没建成之前的时候 也进口一些东西吧 所以那个时候 中国人就实现了这个穿衣上 和吃饭上一下上了大大的台阶 尤其是十三大化肥 都是在八零年前后的时候建成的 七二十七三年开始谈判 开始引进 甚至包括很多美国的技术 欧洲的技术 然后十三大化肥建成了之后 就用到农业上了 撒到土里了 这装机就开始疯展 八零年前后 他们都土产 纷纷土产了之后 所以八十年代出路的时候 他妈的中国人 碗里头又有大米饭了 什么很多人就说包产盗户的光 包产盗户 他屁包产盗户 他妈你还四小时你不睡觉 你也不可能多打这么多粮食 最重要的就是十三大化肥 头产了之后 这肥土地 这个肥了一下也伤了 这个粮食就开始产出 就大 就就就就风一样的晚上长 中国人吃饱了饭 那就开始吃饱饭了 然后呢 中国人就开始 这个衣服穿的你要知道的确两个和那个底卡布 这个孩子们可能都不知道 我们小的时候都是特喜欢穿 因为特有型 油版有型的 你像现在穿一只粗衣服什么的 就觉得很自然很舒服 但那个时候不是 那时候什么关键不一样 那时候你穿那个衣服裤子 你要是 你穿之前再运一下 然后裤子有前后有裤线 是不是 然后你这个衬衣都运板板的 然后外边这 风机构再一系好 这周山庄的风机构再一系好 那兜啊 兜盖布啊 什么的 因为得平平斩斩 这是很高贵的 那那那那那那 那个样子当时 就不得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说那就是所有这些个东西 那这个源于什么 源于中国对西方的这个开设 它就对外开放 主要是对西方的开放 你要说中国对外开放什么 49年50年都对外开放 那时候对整 因为世界两大阵营 那时候中国对整个的社会的阵营 是完全开放 要不后来想 后来怎么给中国那么多东西 因为这个包括 这个苏联的包括东德呀 你那个时候 是不是啊 你东德那东德的技术很厉害 那时候 捷克呀 很多东西 中国那时候很多 不仅是苏联援助 包括整个苏东国家的 对中国的援助 所以说中国闭关锁国 咱们这都放屁的话 这都是 那时候后来因为意识形态的斗争 毛主席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看到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这种修正 主义上台之后 可能未来的这样的他妈的 这个亡党亡国的宿命 毛主席比他们早看了他们20年 事实后来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和远见 这种 这种 这个历史的这种 这种参透历史 掌上千秋史 这些长得 看透 所以一然全然的毛主席和他们划清了界限 然后呢 经过了十年的战略调整期 大家可以看我的国史 可以往前翻 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我翻译呢 我用了几节的时间 我实求是的讲 说得非常之透彻 大家看看我当时分析的毛主席的文革大战 怎么样 通过与苏联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决裂 是两党 不是两国 中苏从来都是有外交关系的 包括文革大战 最激烈的时候 中苏这帮岛打仗的时候 苏联中国大使馆和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正常营业 从来两个关系都是正常化的 就没有断交 只是两党打得不得了 吵得一塌糊涂 意识形态之争 而这个最后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 这个高瞻远路 他们当时还挺忙着些 何至于国际共产党运动之后失败的那种程度 说什么我说的那么远啊 我们回来 就说那个时候呢 整个中国 应该说十大之后 整个中国的这个 工作的重点已经转移了 你要说九大的时候 陈北达写那个一开始写第一稿那个九大那个政治报告的时候 说因为建设什么强大的社会主义 什么国家而奋斗 这个毛主席是给否了 那当时因为不是主要任务 最大的主要任务那个时候还是要抓革命的 抓革命粗生产 你不能他妈生产力为生产力论 不能像战马平后来搞什么已经建设为中心 陈北达那个那个报告搞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妈要已经建设为中心这个架势 所以后来毛主席都不看了嘛就把他打了去 张志强和姚文元 姚文元他们重新按照毛主席的意思搞了九大新的政治报告 但是时过境迁了到十大的时候 毛主席的意思 毛主席的这个这个当时的这个 这个思考的这个重心 就十大之后中国的最主要的任务是 就是毛主席后来在长沙 说的那段名言跟庄兰说的安定团结的好 要安定团结的好 安定团结的干嘛呀 安定团结的干嘛 十毛动广积粮不称霸 是不是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等等等等 七三年之后 十大之后 整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作的重心就已经转到这个城 转到这个份 这干嘛 这电影就出问题 那么随着中国共产党 这个十大之后的工作重心 事实上是什么呢 是政治上保持稳定就可以了 然后什么 主要的经历 要发展国民经济了 而发展国民经济又有了又有了这样的国际环境 尤其是有了这样的国际环境 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开放 中国可以在保持独立自主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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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之上 因为你自己已经有了独立的完整的比较完整的这个工业体系 国民经济体系了 你就可以消化吸收引进任何的东西 你不会把自己通过消化引进吸收之后把自己变成殖民地经济的 不会的 因为什么殖民地经济你什么都没有 然后人家的产品官员到你来清销 你成了殖民地经济 丧失经济主权 你这不是 中国经过那边一步计划二步计划三步计划建立起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国民经济体系 可以做到以我为主了 你什么东西来了之后 我要叫什么 就是为我所用 我需要什么我才引进什么 我需要提升什么我引进什么东西 你要是引进这个东西对我 我也有 在我也有的这样的情况下 我引进不引进我就要考虑 有可能我就干脆不引进 我实行我自己的贸易保护 保护自己的这个东西先长大 长好 或者是什么呢 我的东西不如你 但我引进里都有消化吸收 然后呢 我提升我自己的东西 然后弯道超车 这才是正确的这种对外开放 前提是经济主权要保住 独立自主 这是最高原则 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是最高原则 那么呢 十大之后 中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也有这样的可能了 自身基础有这个可能了 然后呢 外部环境也提供了这种可能 所以十大之后 中国的整个的这个 中心工作应该说转移了 慢慢转到了什么 在抓革命的同时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了 而这个时候 作为王洪文他们这一代人 王洪大革命之初 造反起家 你说他们要革命激情 有革命激情 要革命理想 有革命理想 要革命行动 有革命行动 是不是 包括对 共产党 对毛主席 对无产机 专政下去 革命理论的认识 包括对于无产机 王洪大兵事业的忠诚 没有问题 那都没有问题 但是他们确实有 他们自己身上的短处 你包括张真乔 自己都承认 包括张真乔 本身都存在这样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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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短板 什么 就是他们对于经济工作 对于现实的经济实物 他们确实是外行 这就是 所以这也就是 一直到专来去世 毛主席明肯让华伯锋 这个曾经 长期在地方管农业也好 管什么也好 这样的一个人 作为代总理 而当时没有让望 这个张真乔 其实张真乔特别想当农领的时候 也没有让张真乔打 张乔不知晓 很失落 但是他必须得承认 他自己的短板 在这点上我们也不得不佩服 和赞叹毛主席的这个 不产纪革命家的胸怀 什么叫不产纪革命家 他真是就心怀老百姓 他就是为了中国人民 毛万事幸福 所以所有东西都可以放下 他那么信赖 这个信任张真乔他们这些人 他那么知道张真乔 那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不折不扣的 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 但是 现实工作是现实工作 所以当时他宁可让画做代总理 而没有让张真乔做 73年之后也一样面对这个问题 尤其到了74年 然后74年 那四川项目都开始执行了 然后所有东西都 那个时候王洪文的短板就出来了 王洪文又不懂这些东西 并且王洪文因为是突击提拔 到了中央层面 你让这样一个中央副主席 去接触经济工作 他别的不说 就中央国务院各个部委 这些领导领导人负责人 理都不理王洪文 你比如从纪委 包括几大 这个这个几大几大几大工业部 是不是啊 那都是中国啊 中华人工业的骨干管理 这个骨干工业的这个管理部门 你们那些个那么主任和部长 谁比王洪文 这些人都说过来很多真正掌权的不是那些造反派 而是文化大命之前的这些当权派 然后经过了文化大命之后 你烧了也好啊 什么也好 最后呢都又结合进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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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子 真正说话的人是他们 为什么 因为他们懂业务 他们确实懂业务 这是第一点 他们确实有班底 文化大命前的早就有这个班底了 而王洪文既没有管理工业 管理外贸 管理对外开放 什么这些方面的经验 他也没有在中央层面上也没有这样的班底 四零八珠 他都没有过 但是呢 中国的现实政治人员要求 在抓革命的同时 保证和保持无产金包大命 胜利的成果的同时 要把工作的重点往经济建设上去倾斜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那么这个时候 王洪文 他的短板露出来了 能力不济了 那怎么办 而这个时候 给毛主席洗了洋言洋洋几千字 保证永不方案 他妈的就 是不是啊 那邓小平 是不是啊 就那个邓小平 他十大之前已经回到中央了 十大上已经当了中央委员了 已经做了国务院副总理了 而他是文化大幕之前的中国中央总书记 而他无二人不法进京之后 啊 他历经了中央秘书长啊 中组部的部长啊 什么等等等等 这一系中央总书记 国务院副总理啊 所有的 他在中央那个班底 那个基础 那个人脉 那王洪文 你再修炼二十年也不一定能赶得上 而邓小平 那个做事风格 行事手段 以及他对于当时 毛主席 这个主义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把国务院搞上去 这个中心工作来说 他的基础太好了 他的脑子里的这个信息量太大了 他的人脉太广了 而他又是在这一方面 你想中国中央总书记的时候 主持中央人工作 再熟悉不过了很多东西 总揽过全局 中央中央 王大明之前五六年之后 到王大明之前十年里 中央书记处是中国中央政治局的常设的办事机构啊 中央来作为国务院总理 有事儿都得向中央总书记 邓小平做汇报啊 所以那时候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 那是那真是什么的这个这个 总览全局的这样一个领导人呢 所以他的基础太好了 啊 加上他个人的这种什么的 这个免利藏针 是不是啊 这种他妈的钢铁公司 啊 这种什么的这个不争论 就是一贯的这种 铁万事的这种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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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政治品 政治品性品格 啊 政治政治性格 是1973年74年75年的时候 毛主席需要的 中国的当时的 中国的中心工作需要的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毛主席为什么让邓小平回中央 毛主席为什么在邓小平回中央之后 一两年 看了一年多出 让他又当总参谋长 参谋长又做什么 最后了1975年的时候 他就主持中央全工作了 成了毛主席之下的 应该真正掌实权的第一人 为什么呢 就是那个时候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尽管一屁股他妈债 但是 那个时候的中国需要他这样的人 嗯 那么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邓小平在十大之后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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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显露出了他的价值 他的这种现实意义 哈哈 而一致相比较 王宏文 邓小平所有的优点 可能几乎都是王宏文的入口下 而邓小平的优点 恰恰是当时 中国大政治需要的那种能力 那你怎么办呢 政治 是最现实的 于是 邓小平就一步又一步的 把王宏文 从 王宏文一度主持过中央 中国中央日常工作的 在中央来有病 手术 那个期间 邓小平一步又一步的 把王宏文从那个上面拉下来 啊 因为 当时的中国 在毛泽子 还更需要邓小平这样的人 所以 我们今天用这一节 我们在 诠释一个什么 就是昨天我们的 那期节目的题目 就是邓小平 政治上的强势的回归 一步步的剥夺了 王宏文的政治空间 所以王宏文 一定要在73年 尤其74年 75年 要受冷落 为什么 你确实 利有不歹 你确实对于 当时中国的现实政治 来说 你的储备 各派的储备 你就是不足 你就是难以胜任的工作 当然你说毛主席抛弃王宏文 那肯定不是 这就像 昨天吧 我一个朋友在 跟帖子说 说毛主席如果多活10年的话 再培养培养王宏文 王宏文可能又是不认了 这是完全可能的呀 这是完全可能的 所以毛主席一直到去世之前 也没有抛弃王宏文 王宏始终是中文中央复杜心 是不是 还是给他留下了 他自己成长的这样的空间 只是没想到 毛主席离开我们之后 这不到一的月 是不是 就正变了 就是 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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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